你们好 我现在来到这个Stanford大学 Stanford大学 这个是我N年前 我没有申请过这个大学 但我有一些同学上了这个大学 当然也是觉得 这个大学是很多人就慕名而来 来探访一下 对来观赏一下了 对 这就是类似的 东部的哈佛的这样的 对 就是有这个名誉了 而且他的就各方面都很厉害 我就是来 怎么说呢 其实蛮搞笑的 在哪的 就是我十几岁时候想 说申请这边 那么一说了 后来那结果 那这位反正就是这是一个 曾经 就是闪过自己念头的一个地方吧 然后呢再加上 也有少年时期的记忆了 因为少年时期在这边是念的高中了 刚才我给你们看过高中的那些地方啊 当时大家都在 他的年轻人都在重景啊 上高中快大 高中毕业了 第三年申请高中的时候 都在 朋友们都在 在这重景 去哪个大学 去哪个大学 这种的就是那个西班牙式建筑啊 是非常的 加州的典型的建 他那边又在盖个什么东西 非常典型 加州建 然后呢 这个我就不 不跟大家多讲了 这个楼也是非常有名的 一个tower building 对 我刚才刚从那边走过来 刚刚留了几张影 对 那个tower building也很漂亮 反正这stever 它就是非常的宽阔啊 它非常宽阔 大马路什么的 哪都是 哪都是 那感觉也蛮好的 也不错 出来走走 心情大好 哎呀 主要是在那个中部乡下待的 实在是有点压抑了 所以出来走走 在加州能多玩就多玩 真的真的 是这样的 那也太呛了 这个楼 哎呦 留连忘返了 我想走了 哪怕我就住在这附近 感觉都是不错 你看这多漂亮 这多漂亮 你看这大宗理术 在这儿骑着车 年轻人上学都好 有一个高中同学呀 他 他研究历史 他本来在巴克里 学的商科 后来他研究历史 他就在这儿 还是做faculty 还是researcher 还是什么的 那儿有一个Stanford Art Gallery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哎 怎么漂亮 怎么漂亮 走一走挺好呀 真的宽广大道 这个campus也太气派了 campus真太气派了 主要是它就是 北加州的这种景色 这种气候 跟这个合为一体 就是非常完美 非常完美 而且这种拱形的这种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戏啊 什么楼 我就是走哪拍哪 我来这儿玩是怎么 上中学的时候 有时候跟这亲友们 一块来这儿玩一玩 走一走 是啊 是啊 我这现在就是 恩您来来怀个旧吧 因为很多年没来了 很多年 这多漂亮啊 这个大大广场 都是这种草坪啊 漂亮漂亮 挺好挺好 我就是在这儿走哪儿 得哪儿走哪儿了 对 得哪儿走哪儿了 然后再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这点挺好看的 这个角度 真的非常舒缠 走一下非常的舒心 非常的舒心这种感觉 确实很完美 一个人没有干扰的 在加州旅游一下 回来回来就其实挺不错的 我等于有点是在加州 raise的你知道吗 对 我从大概十六七岁到 到三十四头 三十三岁 都是在这边来 那个什么 都是在这边长大的吧 对 有一个同学确实是来这儿读了书 对 都变得非常的有成就 这可能是一个教堂吧 这可能是当地 一个教堂 这个挺漂亮的 这个达的 这是一个当地教堂 我感觉 太完美了 太完美了 在这儿待着就是榴莲浪法了 关键你知道什么 关键就是 年轻时候那一套记忆 就是老友人说想来一个Stanford上学 还真的有 同班同学以前有一个上 上那年还一个中国同学也是 1.5代的那名女孩 她就 她本来学医抗 后来她就改学 后来读博士好像是读的这种 历史 欧洲历史之类的 然后就在这儿做一个 Faculty 好像是 对 有这么一个记忆 叫Memorial Court 这是传统罗马戏那个什么希腊 它中间有个这种 桂严什么的 这个好像是罗丹的那个 六个什么什么 有点像公国的那个 罗丹的一个群体雕塑的 什么什么市民 好像叫这个 什么什么是巴黎 或者哪里什么市民 反正快快死了 什么的那个意思吧 不要了不要了 找一下 再往前走一下 这块有点漂亮 这个大教堂金领的 金领的 很高兴来了一趟 因为本来已经 不想那什么呢 因为不想 这块儿眼看这个 大堂金领的 也是非常壮观 非常壮观 yeah beautiful really beautiful 回想起来 十几岁那时候 在这儿上中学 那段感觉 就好像谁谁谁 说 Denverson 怎么样 哎呀 当时反正有那么一段 记忆了 然后当时那些 一起上学的同学 什么的 就想起那段 就想起那段考大学的时候 有过这么一段 我是没有申请 但我就说当时有过一段 都在 住在附近的不远 所以就 想来这儿上学 所以有个 一种梦想吧 有些人 对 所以想起来挺不错的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这个挺漂亮的 这是个大广 beautiful 就是这种 是它的非常 iconic的 它这种拱形的 这种东西 走廊 非常的 iconic的 再往里面走走 看 这也是个东西 今天我就是 足足拍了好几个地方 因为实在是 榴莲往返不舍得走了 真的真的 榴莲往返不舍得走了 看到这么多年轻人 就感觉 挺好 离开那个地方 到新的地方 就是 不是新的 就是曾经 曾经居住此地的 那种 感受 beautiful 当然 过我以后 也和很多这种 世界名校人 一起工作 所以还是得 在大城市 那有时候 我想 你说搬到中部 那地方 就埋没了 自己很多东西 哎呀 我就是在想 以后 看 怎么样 怎么样 谁知道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机缘 谁知道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机缘 我是先 走哪排哪了 今天看了一下前 前老板 前同事 他 现在是个 一个大公司 建筑公司 全球 他 他 他看着我还挺高兴的 我们俩聊的 他是干了15年 在他新的公司 原来我们俩在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司 所以想起这些 再看看这边就觉得好像 这边就在奋斗 就是在实际上某种梦想 所以我 我就是话题不是说要不要上三年本 我只是说 有一段时间人生的追求 因为对自己 下一个很高的定义 追求 但是 多年来 生活的打磨 我就发现很多东西 我们说呢 有时候是运气吧 有时候是一些人生的变动 反正 但是就曾经 也曾经奋斗过 追求过 憧憬过 梦想过 就够了 就够了 但还年轻 所以还有很多时间去 追寻很多东西 所以想起这些事 也觉得挺 也挺美好的 想起 就是一种 回到以前 给自己 人道 人生一半都图住着一个 怎么说 鼓励吧 激励吧 或者是 找灵感吧 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来一下 挺好 挺好 特别好 这就是非常 学术圣殿的 这种感觉 特别好 因为 说来也是 我从小 从刚说声什么 我就一直在大学里 我们家家人 在大学里 当老师嘛 所以我就是对大学有 现在我也住在大学城 说不出来的情感 说不出来的情愫 就好像像 像摇篮 像人生的摇篮一样 像家一样 不管在哪 只要有大学 你就觉得到了家的感觉 真的是那种感觉 学术环境 那些影响 yeah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 对对对 太美了 太美了 OK 那我先录到这了 我把这个稍微的 做一个结尾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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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谢谢大家